好像黄里格跟我说《类似爱情》也是你们自己组队拍的 对对对 当时也是没有片酬吗还是 好像是 诶 我忘了我忘了 你怎么会 第二部有好像 第二部我记得是有 但第一部的话我 我已经记不清了 就记不清到底有没有拿钱这一回事 记不清有没有了 应该那就是没有吧 来来来 所以你回头看《类似爱情》有哭的一趟糊涂 我看自己电影为什么要哭啊 《类似爱情》就是在我们合作《歌舞行程》之后 还是原班人马吧 两 中间有 有大部分人还是我们需要那些人 嗯 除了那些被大家排挤的 给换掉了 都不是排挤的 是人家不喜欢做这个 我认为是你们中间就觉得这一次合作完了之后 这几个人真的很讨厌 我们下一次再拍电影把他们换掉 然后就换掉了那几个斤斤计较的人 没有 然后就 隔了两年 隔了两年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跟 跟家人还在外地旅游呢 啊 放开电话就哎呦太棒了可以拍这种电影 不是 他就先先跟我说那个最近又有一戏啊 我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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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你还是两个小时 你当时跟黄礼格是认识的吗 不认识 就是也是片场再见到的 呃 就只是我们 我知道 就知道学校里面我就是下一届有这么一个同学 然后就是 我知道他跳舞跳的还不错 那拍这个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 人气巨高也让你拿了大奖 人气的大奖 嗯 这个水很好喝吗 我口渴了 还是在逃避 当时是属于慢热性的 所以吻戏基本要吻个三十遍 然后 没有了 一遍 一遍 一遍就过了 那是多有经验啊 不是啊 这画面拍好看就行了 对吧 唱歌如果跟演戏让你对比的话 你更喜欢那一项 呃演戏 你更喜欢演戏 对 就是因为那个是我 最初 踏舞这行做的事情 诶 那像你第一次拍吻戏的时候 之前会做哪些准备吗 刷牙吗 哈哈哈 会含不和糖之类的吗 会会会 就是对其他人的尊重嘛 对方也会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你没有尝出来吗 这不是时候 哈哈哈 一般都 我 这拍吻戏 就是 拍吻戏就 舍吻 就很很过分了 就 一般都是就嘴对嘴就差不多了 嗯 爱情不能战胜一切就算了 需要战胜那么多干嘛 我只要你就够了 快 吻我 再吻我 我 我爱你